而且大选的那天 虚摸鼎似对尹公主颇为有意 虽然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原因又放弃了 不过此女也是殿下的大敌 魔皇大人对尹公主宠爱有加 你也是知道的 皇甫战天继续说道 皇甫剑谷猛然停下了脚步 眼中冷意大盛 开口道 战天长老 现在那个柳明在什么地方 对于赵千颖 皇甫剑谷暂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此女深得皇甫玉破和魔皇大人的宠爱 而且皇甫世家严禁子嗣之间内斗 为者惩罚极重 我刚刚得到消息 那个柳明已经从虚扬镜中出来了 魔皇大人已经安排他随王朝军团平叛 戴罪立功 以恕这次扰乱大选的罪果 皇甫战天凑近皇甫剑谷几分 低声说道 皇甫剑谷门延沉吟了片刻 眼中闪过了一丝阴旧的光芒 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挂上了一丝冷笑 此时此刻远在数十万里之外的寒州 魔渊入口所带的那处冰封大峡谷 大片的白色雾气笼罩在这里 甚至连附近的山脉也被包裹在了其中 史云年前的魔渊秘境之行虽然隐秘 各大施家也尽量地做到了保密 但是峡谷这里的异想 也引起了一些当地之人的注意 覆盖峡谷的白色雾气经久不散 一些胆大的魔人开始飞入其中 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进入之人 大都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踪了 如此一来 当地之人渐渐也无人 但敢接近这里了 此刻的峡谷深处 柳回风站在了一处巨石之上 他的身后站着两个灰袍男女 男的看起来三十多岁 容貌极为丑陋 女的看起来颇为美貌 头上带着一个银簪 正是当初在幽蓉城外 一起出现过的两个通玄镜魔人 三人身后的白雾迷蒙中 人头攒动 竟站着一排排高大的魔狮 数量足有四五千之巨 这些魔狮 何然都是天象镜的强大存在 此刻却一个个神情呆滞 似乎被施加禁止 压制住了原本就不多的灵止 强大的湿气从这些魔狮身上散发而出 凝聚成了一片灰红色阴云 朝着天空鼓荡开来 若非峡谷上空射下了禁止 这些湿气早已经直冲九霄 柳回风三人身后的半空中 一个灰蒙蒙的空间通道 微微散发出晶莹的光芒 似乎有合拢的趋势 不过空间通道之中 一件青色长边横更在其中 支撑起了空间通道 索性有损磨边支撑 对了 用来召唤魔狮的雪碧炉 还有多少 柳回风目光微闪 问道 启禀家主 已经差不多都用光了 柳回风身后的灰袍男子 低声开口说道 柳回风脸色一暗 随即叹息了一声 说道 也罢 能召唤出五千多头魔狮 也足够给黄福庸一个惊喜了 待后续雪碧炉补充后 再继续召唤吧 是家主 有了这五千多头天象魔狮 黄福十家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 惠袍男子一脸振奋地说道 若是只有黄福一家 自然不足为据 但是我刚刚得到消息 黄福庸接着此次朝贡 竟然说服了其他三大好组 组成了世家联盟 估计很快便会反扑过来 柳回风语气淡淡地说道 灰旁男女两人听闻此话 脸色都是大便 失声喊道 什么 三大好族虽然比起柳家 黄福十家要弱上一些 但是三族也是积累了无数岁月的大族 如今和黄福十家站在一个统一战线 柳家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为不利了 你们也不必惊慌 三大好族虽然和黄福十家结盟 但是他们必定不会出权力 据我估计 他们最多拿出三四成的实力 恐怕其中还有想要 渔翁得利的人存在 柳回风淡淡一笑说道 灰旁男女听闻此言 脸色松了口气 对了 耀先祖还是没有回应吗 柳回风身后的灰旁女子 想到了什么一样 开口问道 柳回风听闻此话 叹了一口气 说道 耀先祖早已经不问柳家之事 一心追求永生大道 恐怕此次不会出手相助了 灰旁男女两人文言 脸色一暗 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不依靠药先祖 我们也未必便会输了这仗 将第一批魔师送往前线 并且传我命令 给两位长老 趁着黄福十家上尾发动 我们要先发制人 柳回风脸色一冷 沉声说道 是 灰旁男女两人同时答应了一声 柳家的举动都在暗中寄醒 黄福十家还有其他三大豪族 没有发现丝毫的一爪 不过黄福十家和三大豪族也没有闲着 此刻正开始集结兵力 释迦联盟也在有条不紊的召集和组建着 转眼便过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中央黄城一处大型访识的门口 柳明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色微微有些喜色 他这几天身在中央黄巢 也感觉到了黄福十家的军力调动 从这次魔皇的动作和决心来看 魔皇看来是要下定决心 要一举彻底消灭柳家叛军了 柳家身为四大豪族之一 又有前朝底蕴 这场交锋必然是一场 他从没有遇到过的恶战 不知有多少天象 甚至通玄大能要陨落其中 而且柳明总感觉到 柳家突然私下伪装反叛 并打出前朝旗帜 必然有什么仪仗 恐怕战事会比任何人想象的 还有复杂的艰难 随时都有可能有意外发生 所以这段时间 柳明一直在皇城各处奔走 尽可能地做一些准备 增加自己的实力 宇州是万摩33州郡中 最为繁华的州郡 而中央皇城又是宇州 最精华的部分 且随着朝贡大典的举行 各个仿式交易空前火爆 物资前所未有的充足 甚至一些百年难得一见的宝物 也屡见不鲜 大典前的几天时间 柳明只是匆匆看了一下 现在为了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恶战 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到访市和各种交易会上 以求多一份自保的机会 这一个月中 他不断出入各种访市和交易会 甚至还参加了五六次地下黑市 魔精流水一般地花了出去 不过他的收获也极为的丰富 购买到了一大批珍贵的福禄 丹药 刚刚他参加了一个拍卖大会 花了三千万魔精 拍下了三颗远古舍利 此物也是宁恋魔区的上家材料 加上之前买来的雪斧木和其他材料 应该可以让摩天的魔区更加精炼一些 或许能够达到四分之三的地步 经过虚魔殿一事后 柳明知道自己已经上了摩天的贼船 需要共同面对中央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无暇顾及和摩天的勾心斗角 眼下尽可能地增强摩天的实力 也就是增加他自己的生活率 中央皇朝受到大战的影响 街道之上人流也稀少了很多 柳明没有在街道上多逗留 很快地回到了真心园的住处 不过当他踏入小院的时候 神情一正 只见小院之内站着一个蒙面白袍女子 赫然正是皇府玉珀 见过玉珀长老 柳明神色很快恢复了平静 拱手打了一声招呼道 心中一脸 皇府玉珀亲自来找他 看来皇府世家终于做好了准备 大军即将出发了 柳家主 我来的目的想来你已经知道 此次大战 你被安排在了我的雪石军团之内 军团很快便会出发 今日我是专程来带你过去的 这几天你准备得如何 皇府玉珀打恋柳明两眼 脸色肃然地说道 已经准备就绪 就有劳皇府长老了 柳明点了眼头说道 那就走吧 皇府玉珀没有再说其他客套的话语 单手一挥 一道紫光包裹住两人 朝着皇城之外飞顿而去 柳明任凭皇府玉珀带着 一刻钟后 两人来到了皇城附近的 一处隐秘山谷之中的跟前 柳明目光一扫 眼中顿时闪过了一丝震惊之色 只见山谷之中赫然建造了一座庞大的要塞 数百座高大塔楼围在要塞周围 一对对皇府师家的士兵 在要塞当中往来穿行 一股冰冷的肃杀之气扩散开来 要塞之上飘扬着一道紫色大旗 大旗之上描绘里头雪诗图案 要塞之中的士兵数量就此刻所见 差不多已有十余万人 而且修为都不低 差不多最低都有宁夜期的修为 就是化经期和真丹静得也有不少 六名神师一叹 天象镜的魔人赫然有数十人之多 皇府师家在外宣称是六个军团 如果实力相差不多 不说其他低级魔人 光是天象镜的魔人便足有数百人 实力已是倾家的百倍以上 真是上了摩天的当了 六名摇了头 一想到日后可能要和皇府师家为敌 他的脑袋就有些阵痛 皇府玉珀带着六名 落在了要塞之中的一处高台之上 此刻高台之上 站着七八名天象镜的魔人 基本都是天象后期的修为 看服饰应该是雪诗军团的高层 玉珀长老 这些人对着皇府玉珀 攻身行了一礼 诸位统领不必多礼 皇府玉珀的声音清冷地回了一声 在场的七八个军团统领 随即将目光投向了皇府玉珀身后的柳明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柳明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似乎没有看到注视过来的目光一样 这位是柳明 柳道友 乃是泉州倾家家主 奉谋皇大人之命 随军团出征 并非外人 皇府玉珀看似随意地解释了一句 这些军团统领听闻此言 互相望了几眼 脸上仍有一丝疑惑的神色 不过皇府玉珀既然发话了 他们也不便多说什么 如今军团的调配情况如何 皇府玉珀看了几人一眼 口中如此问道 启禀玉珀长老 人员调拨已经完成 战略物资也已经基本配取 现在只等谋皇殿下下令了 雪是军团便能够立刻奔赴战场 一个身材极微高大的紫袍中年人说道 六名台眼瞄曲 在场七八个人当中 当属这个紫袍中年人修为最高 身上的服饰也是最为华美 看来是雪是军团之内 仅次于皇府玉珀的统领 好 你们去军团各处做好准备 等殿下调令一致 即刻奔赴战场 皇府玉珀脸色一肃 沉声说道 在场的统领们答应了一声 随即分散飞射而出 转眼间 高台之上 只剩下柳明和皇府玉珀两人 柳家主 你觉得雪是军团的军力如何 皇府玉珀看着柳明 淡淡一笑道 皇府世家 果然不愧是万魔剧情 单单一个军团 实力也远远超过了我轻家 实在是望尘莫及 柳明有些感叹地说道 柳家主各讲了 魔皇大人的调令 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才能够过来 趁此机会 我带你到过处去转一下 熟悉一下整个军团吧 皇府玉珀似乎对柳明的回答很满意 那就麻烦皇府长老了 柳明拱了拱手 客气地说道 皇府玉珀随即带着柳明 朝着要塞中心飞去 要塞中心处 以几条主道为界线 将整个雪石军团分成八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有一万余人驻扎 雪石军团人数众多 调配起来颇为麻烦 所以麾下分成八个分队 每一队售有一个军队长 哪些军队长 柳家主刚刚也见过了 皇府玉珀 只点着下面的八个大队 和柳明说着 柳明缓缓点头 魔族之内几乎全民皆兵 和中天大陆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对于战场上的军阵演变极为重视 他在魔云塔中带出来的点击之内 有相当一部分 也是记载各种军阵演化的 他闲暇的时候也看过一些 过而对于军阵方面的知识 也了解一些 像雪石军团这样的军团组建模式 便是一种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军阵部署 这样可以避免伟大不掉的情况 不过对于各个分队的掌握若是不足 会引发各种问题 感谢收听 摩天记